大家好,我是台灣瑞薩電子的工程師張啟文 在今天RS只有無刷馬達解決的方案 這個section由我來為各位做一個解說 那我平常是負責協助客戶在使用我們的RS 做一個馬達應用的開發時 做一個技術上的協助 那麼使得客戶能夠在使用我們的RS 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這個買控的特性 然後做出一個更好的產品 在一開始agenda的部分 首先我會先介紹馬達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為何要介紹這樣的一個單元呢 是因為馬達的眼鏡從200年前就發展到現在 那它的種類以及它的控制方式也越來越複雜以及精細 但是它的基本的控制原理呢 是不會一個改變的 所以我特別安排這一個單元來做一個介紹 那麼接下來呢就是我的一個RS 在馬達的應用範圍是屬於哪一個比較適合的 第三個部分呢就是在Motor Control RS62T使用Motor Control的部分 有哪些Module是針對這個Ctrl做一個特別的設計 那每一個將會逐一的介紹 第四個呢就是提出我們現有的一個Solution給客戶做參考 那想要開發的話就可以利用這套KID做一個Service 最後呢是我一個Summary的部分 首先是Motor的基本的概念 一開始我們先介紹有刷馬達 各位在圖上可以看到 這兩個紅色以及藍色呢 是我們所謂稱之為永久磁鐵的部分 當一個線圈在這個永久磁鐵的磁場中 有電流產生的時候 根據弗萊明左手定則 它會有一個力牽引的這一個 線圈 那這個線圈呢就會被牽引向順時的方向做一個旋轉 當這個轉子轉到這個沒有接觸到這個鐵芯的部分的時候 這個電流就自然的消失了 那根據慣性它就會繼續的向前移動 那移動完之後呢 同樣的電流方向一樣會產生 同樣的力一樣就會繼續的牽引這一個線圈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這個控制呢就是有刷馬達的控制 那何謂有刷馬達 有刷馬達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鐵芯以及這個電池供應的地方必須要一個接觸 它才會有電流的產生 這樣的控制方式呢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的控制方式容易 就只需要供應電源 電源Tower越大 它電流越大 那根的就轉得越快 但是它的缺點呢就是說 我這裡有接觸的地方會因為使用時間的關係 它會做一個老化 以及在這幻象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火花的產生 然後導致整個馬達的溫度會上升 減少它的壽命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這個無刷馬達呢 它就誕生了 那何謂無刷馬達 它跟有刷馬達的控制原理剛好相反 無刷馬達它的永久磁鐵的部分呢 它的角色就變成轉子 那原本是轉子的線圈 它就會變成我們稱之為定子的一個部分 右上角是我們一個無刷馬達三項的一個線圈表示圖示 那右下角這一個呢 是我們實際在馬達內部做一個繞線的一個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圖中的這六個線圈呢 就是我們稱之為定子的一個線圈 那麼 U 向的線圈呢 它會纏繞於這兩個定子上面 根據這個繞線方向的不同 我們從下面往上看的時候 它的繞線方式 假設是逆時針的方式下去做繞線的話 它在通電流的時候根據安培右手定則 它內圈的磁場就會是一個N級的 各位可以實際的用手下去比比看 在上面的線圈它是逆時針的繞線的時候 它內圈的磁場它是產生一個N級 外圈的磁場就是一個S級 那同樣的線圈它在這個定子上面做一個順時針的繞線的話 它一樣在導電的時候 通電的時候 它內圈的磁場是N級 外圈的磁場是S級 那麼我們這樣子之後的表示呢 就是以內圈的磁場來做一個表示 所以說 我們將永久磁鐵的部分置入於這個馬達定子的中間 那外面繞的線圈 當我現在把UP向這個開關 以及WN向這個開關打開以後 它內部的一個磁場變化 或是像這樣子N級S級N級S級 所以說有了這樣的一個磁場呢 我中間的轉子 它就會被這個磁場所吸引過去 所以說 接下來 我只要再切換另外一個開關 周圍的磁場 它就會改變 然後 中間的轉子呢 它就會繼續跟著這個磁場 做一個轉動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只要開關的順序 是對的話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中間的轉子 它就依照這個旋轉磁場 一步一驅的跟著這個轉動 所以說 我們控制這個周圍的旋轉磁場 轉速轉得越快 它中間的轉子自然就轉得越快 那轉得越慢 它就轉得越慢 所以說 我們現今在 我們稱之為變頻器 像說變頻冷氣機 變頻洗衣機 變頻的意思就是指說 在變動外面這個磁場的頻率 對 所以說 這是一個 無雙馬達的概念 那麼 因為它的磁鐵轉子的部分 是一個泳池 所以我們稱之為這個馬達 是一個泳池馬達 它的轉動方式是跟著這個旋轉磁場在轉動 所以它也是一個同步馬達 所以什麼直流無刷同步 泳池馬達 都是在形容這樣的一個馬達 所以 這是一個馬達的基本概念 那麼 所以說這個無刷馬達 就是我們今天主要的一個主角 主要的控制方式就是 我需要知道這個轉子 現在NS級的一個位置 如何知道 我們就會在外部 馬達的內部 嵌入 例如像 Hole Sensor的一個感測器 來抓取這個NS級的變化 又或是裝 encoder的方式 來得知這個馬達現在轉子的位置 就會有不同的Sensor 嵌入在這個馬達裡面 那當然也可以做像Sensorless Control 那就是不用任何的Sensor部分 直接來做一個控制 但是它的控制方式就會來得較為困難 OK 這是一個基本概念 那麼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一個馬達控制的一個基本方塊圖 在這個看起來很像摩牌手機的一個圖示 是我們一個RS62T的核心 那它使用的一些模組 像GPIO 我們的MTU多功能的Timer 以及我們的ADC 會使用到這些模組 那這一個是我們一個馬達 它可能會有一個 最基本就會有三項的電源輸入 那可能會有像Hole Sensor的這種電路 接到我們GPIO裡面 或是抓取這個三項的反電動式的訊號 來做一個控制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大概就是一般我們馬達控制的一個方塊圖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所謂的變頻器 我們62T呢就控制這個inverter 它切換的順序 來達到我們轉動這顆馬達的一個效果 OK 接下來呢我們的RS 在Motor Application呢 是適用於哪些的產品 在MCU的Series呢 我們的公司買控 從低階的像RL78 到高階的Super H 和V80的部分 都有涵蓋 那麼我們RX呢 主要是在中高階的一個產品線上 推廣於中高階的一個產品線上 例如像說是冷氣機的壓縮機 然後冰箱的壓縮機 那洗衣機的變頻器等等的 都適用於這一個我們RS系列的MCU來做 那RS在Motor Control的這個Solution呢 我們提出了這個RS 它是一個32bit的MCU 它有一個32bit的Engine在裡面 那它有的多功能的 多組的AD的Channel 可以做一個使用 有12bit的AD 那在做Sensorless Control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些AD的Function 來做一個訊號的讀取 OK 接下來呢 我們62t裡面 也包含了這個Froating Point Unit 使得在Motor Control的部分 能夠更為的一個精準 趨近於更真實的一個情況 接下來 我們的Unchip Peripheral的部分呢 我們62t裡面有Cambus Limbus 像車用的Cambus Limbus 以及像冷機介面的USB USB Mail在62n有 SCI 像UART SPI等等的這些通訊介面 在62t裡面都有提供 我們的Unchip Debug Mode 可以直接使用我們瑞薩所提供的E1 Debugger 在開發的板子上 做一個realtime的監控 使得這個開發能夠更為的快速 接下來我們多功能的Timer 可以來推動我們的這個馬達三項 那我們的62t呢 也提供了另外就是 額外再提供一個六項的Timer 來推動這個馬達 這就表示說我們的62t 可以同時來推動兩顆馬達 只需要一個MyCon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另外還有一些像PowerDown的Module 以及Embedded Flash等等的這些功能 在62t裡面都有涵蓋 這是我們針對Motor Control Solution的部分 提出的一個方案 那麼接下來就是Key Feature 主要在Motor Control裡面 我們62t裡面有用到哪些Module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首先我們的RX62t呢 是一個32bit的MCU 那它的操作頻率最高是100MHz 它的操作指令呢 是最高可以達到165D MIPS的速度 然後裡面有含有一個Floatting Point Unit 以及像Mac in Airbook for Motor Control的部分 這是一個62t的核心 那和內其他呢 例如像多功能的Timer MTU的部分 我們MTU3有八個Channel 可以來推動兩顆馬達 那我們另外也有像GPT的Function 以及Compare Match的Timer 來做使用 另外我們也有WatchDog 能夠使系統在Out of Control的時候 就是失去控制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我們系統 整個做一個重啟的動作 接下來的12bit AD呢 包含了兩組12bit的AD Unit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10bit的AD 還有12個Channel部分 那我們12bit AD呢 有什麼樣的一個特點 它包含了一個像Sample and Hold的一個Function 以及我們On Chip的一個OP Amplify 可以做使用 so for這些像Sensitless Control的部分 ok 接下來呢 我們的62t 是實際就是以5V的電壓輸入 相較於一般的買控是3.3V 我們的62t直接是5V的輸入 就可以省去一些Level Shift 就是將電壓位準 從3.3V轉成5V 再轉成更高的一個電壓位準的時候 我們直接省去那部分線路 直接使用5V的一個系統 做輸出來控制 這就是專門為Motor Control 設計的一個MCU 當然我們MCU裡面呢 還有一些Safety的Function Rain的Check 或者是Watch Dog 等等的這些保護在這裡面 另外我們這個Communication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 像Cambus以及Limbus的部分 在車用的地方 可以做一個通訊的介面 還有I2C Sci Spi等等的這些通訊介面 可以供大家做一個選擇使用 接下來呢 就是在講到62t內部的一個核心 首先我先介紹的是FPU的部分 一般的FPU呢 這個上面是我們一般CPU的通用暫存器 那FPU呢它有自己的暫存器 以及它運算的單元 所以說一般我們要運算 一般的MCU在運算FPU的時候 我們必須將這個值 現在以23.315這個數值 來做一個範例說明 首先我們將23.315這個數值 先把這個值搬移到 這個Floating Point的這個 暫存器裡面 然後透過這個Floating Point Unit 計算之後 再將這個得到的數值 存回去這個通用暫存器裡面 給CPU做使用 那這樣子的一個流程呢 就會耗掉上千行的一個 這個組合語言的指令 所以說我們RX的核心呢 就是將這個通用暫存器 Floating Point的這個暫存器 直接使用這個CPU內的一個通用暫存器 來做一個存取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FPU的運算呢 就可以達到更精簡的一個效果 它的運算時間 CPU Loading 等等的 它都會變得更為的縮短 在FPU的Benchmark裡面 我們用一個數學式來做一個範例說明 RS62T在做Side Wave的一個運算的時候 在沒有開FPU單元的時候 它需要236個Cycle的時間 236個Cycle的時間 那開了FPU呢 它只需要122個Cycle的時間 所以說這兩個一除 除出來的結果 沒有開是有開的1.9倍的時間 就相當於我們可以省掉 這麼多的一個時間 那舉另外一個例子 Rcos的部分來看 它的效率可以更高達 像8.5倍的這樣一個運算時間 所以說我們的FPU在做運算的時候 是一個相當快速的一個單元 那麼一般來說它的運算出來的結果 都會是大概1.5倍以上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的FPU在Motor Control 有什麼樣的一個優點 第一 我們的FPU移除了一個Situation的一種 就是誤差 這使得計算的數值更為的精準 那麼我們也提升了這樣的一個精準度 在位置控制以及速度控制的方面 接下來呢 這這樣子 開的FPU呢 也提升了這個馬達的一個效率 那它的開發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在我們的User Interface 然後key入我們想要算的數值以後 它FPU呢自動的會去做運算 那這樣整個編譯的流程呢 都是在Code裡面一個進行的 這樣子的話呢就會減少一個CPU Loading 以及它的一個Code Size的部分 使得我們的Code更為的一個精簡 這樣的一個單元呢就是我們FPU的一個介紹 接下來呢在Motor Control部分 我介紹的是Multi Function的Timer 多功能的Timer 它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控制馬達六項的輸出 控制這個Inverter的部分 那MTU3呢有什麼樣的一個function For馬達設計 首先我們的MTU3可以同時產生兩組六項的PWN訊號 這就代表說我們可以同時控制兩顆馬達 使用一顆MCU就可以達成 那麼它也有一個Automatic Daytime的一個設定 使用者只需要將我想要設定的Daytime 寫入到我們一個Daytime Register裡面 它所產生的PWN呢自動的就會產生一個Daytime的一個效果 而不用再去做其他的運算 接下來我們的MTU也可以配合 Interrupt Skip Function這種功能 這樣的功能呢在希望減少CPU Loading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開啟的動作 當一個運算並不需要每一個Interrupt都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將這個function把它開啟 第三個部分呢就是ADC的Trigger 我們的MTU呢可以配合ADC的Module 來觸發這個ADC做一個讀取的動作 接下來第四個就是我們一個Input Capture的一個模組 那這些模組呢待會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另外我們的MTU呢也有一個保護的function 那它的PWN Output呢會在可以利用External的一個訊號 來做一個關閉的動作 就是說你外部有一個Error訊號輸入到我們MCU裡面來 它的MTU呢就會自動的將六項的PWN輸出把它Off掉 第二個我們當Mate Clock Stop的時候 就是主要震盪的那個頻率停止的時候 它的這個馬達控制可能整個會有Error產生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PWN呢它也會自動的一個Shutdown 做保護我們系統的措施 那這些呢就是符合這個規範 在這個規範下面做一個設計的 MTU3呢 接下來詳細介紹MTU3它裡面的一個模式 首先我們的MTU3它有八個Channel 八個Channel 然後它每一個Channel 然後呢每一個Timer呢都是一個16bit的Timer Counter 那MTU3最多同時有24個Plus的Input和Output 這樣可以去做選擇 那也有三個InputFor 例如像做HoleSensor的這種輸入訊號讀取 來計算馬達轉速 那每一組Timer呢它的Input Clock 都是最高可以到達100MHz的一個頻率 它的操作模式呢 從例如像Output Compare Match 可以當比較到的時候 你要它的PWN是Low High還是Toggle的這樣的輸出 可以選擇 第二個呢就是同步的一個操作模式 Synchronous Operation這樣的一個操作 在不同的一個Timer裡面 你可以將它設定為同步的模式 那它只需要用一個Counter就可以控制 好幾組Timer的動作 在選擇PWN Mode的時候 我們的Mode可以從0%的輸出到100%的輸出 都可以在Complementary這種Output呢 輸出做一個設定 接下來我們的MTU呢 也可以配合我們這個ADC的Module 就是觸發這個ADC呢來讀取現在的電壓值的變化 也另外可以配合我們DMAC或DTC的這個方式 然後不透過這個CPU的 減少CPU的Loading 透過這個Bus來做一個搬資料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介紹呢 大概是MTU3的一個功能 接下來呢 MTU3的Output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這張圖呢 以這個範例是一個reset synchronize 的一個 function 黑色三角形呢 的意思代表是我們Counter的一個數值 並不是我們實際上在兩次波器所出現的一個圖形 它就是從0數到例如1萬 它就輕為0 0數到1萬輕為0 那這樣的一個數據呢 就是來決定我們馬達一個操作的頻率 那麼Compare Register呢 就是在決定我們每一次這個操作裡面呢 我們的PWM輸出要為幾%的一個Duty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條 就是在決定我的Compare值 然後以及PWM輸出的一個變化 一個設定 那這樣的一個function呢 在MTU3我們稱之為reset synchronize 同步清除的一個模式 它是配合我們的Channel3、Channel4 或者是6、7這兩個PWM輸出 當然這兩組呢 也可以選擇我們稱之為 Complementary互補式的模式 那這樣的互補式模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一樣是我們一個操作頻率的決定 這是一個Compare Register值 我們的Dactime呢 只要在一個Dactime的Register裡面 填入數值 那它量出來的PWM訊號 就會自動的產生一個Dactime的效果 那一樣這個在變動的呢 一樣是在決定我現在PWM輸出的Duty大小為多少 所以說我們這個MTU3呢 可以自動的填入一個Dactime的設定 那它的模式選擇呢 有剛才所提的reset synchronize 以及現在這種complementary 可以置入這種Dactime設定的一個模式 可以供選PWM可以供馬達控制使用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Eput Capture Function 的一個部分 那這樣的一個function呢 我們可以配合我們的MT Timer Unit 就是多功能的Timer來技術 說我們現在馬達的一個轉速 會有一個外部訊號0幅輸入到我們一個GPIO裡面 然後這時候我們將Timer把它打開以後 當有一個正元訊號觸發 從0幅到5幅觸發的時候 這時候CPU它會產生一個中斷 將這一個現在counter所屬到的數值 把它存進暫存器裡面來 那中斷結束以後 它這個一樣會繼續計數 當下一次復原觸發的時候 這時候CPU又產生一個中斷 將這一個數值 counter數值把它存到暫存器裡面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區間它的一個時間是多少 就可以應用在 就可以計算出馬達的一個轉速 那這樣的一個訊號呢 可能就是像Hole Sensor的Input 這種High Load High Load變化 那可以依照使用者的習慣 例如你需要正元觸發就好 又或是復原觸發 或是正復原觸發 這種擷取模式 都可以做一個選擇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的MTU呢 也可以配合這個interrog skip function 當需要減少這個CPU loading的時候呢 我們配合這個模組 最高可以到達跳過7次的一個時間 0到7次的一個時間 第一個範例 它是跳過兩次 就是說當我的Timer Counter數到封頂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中段產生 但是我這裡已經skip過去了 第二個也skip過去 直到第三個它才會產生中段 進去我們中段副程式做運算 那這樣子的運算呢 可以適用於較不critical的那種計算上面 就是計算沒有比較那麼urgent的情況下 可以做那個設定的 那它的interrog skip function呢 它也可以在例如像波谷 TimerCounter數到波谷的時候 做一個跳躍的動作 那在這個範例呢 它是跳躍過一次 OK 這是一個interrog skip function的一個介紹 接下來呢 我們介紹的是ADC的一個模組 那麼這樣一個ADC模組呢 會用在我們馬達控制的哪一個部分 通常我們會用在像 例如讀取向電流的這個一個部分 或者是在做馬達轉速控制的時候 我們下一個ADCommand 去給這個MyCon做控制 所以我們的ADConversion呢 當外部有一個 0到5幅之間的一個訊號 輸入到我們的一個IoPIN裡面來 那這個AD呢 當這個ADPIN觸發的時候 它會產生哪些動作 首先會有一個delay的時間 接下來 將這個現在數值的電壓 把它做一個sampling的動作 第三呢 就是將這個數值搬移到相關的暫存器裡面 然後之後 我們就可以讀取到 這樣一個數位的一個數值 那這個整個total的時間呢 就是一個1microsecond的時間 這個slide就是在介紹 當我們AD觸發的時候 它會有哪些的動作模式 那麼我們的ADC呢 也可以配合我們的Multi-Timer 就是多功能的Timer 來做一個運算 當我的MTU 從波谷 當我們的MTU這樣子技術的時候 那我們只要去觸發 這一個暫存器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這個ADC的中段 然後去將現在想要兩側的電壓值 做一個兩側的動作 那麼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都可以做AD的觸發 那ADC呢 這時候也可以配合我們的interrupt skip function 就是三種功能一起 就是一起動作 那我們的Timer在技術的時候 然後去觸發這個AD中段 那為了要減少CPU loading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 那麼頻繁的中段的時候 我們就配合這個interrupt skip function 做一個跳躍的動作 然後直到可能跳躍兩次 直到第四次 讀上的第四次 才進入interrupt 去做一個運算 接下來的這兩張表呢 就是在介紹我們的12bit ADC 有哪些的一個功能 以及我們10bit的AD 有哪些功能 當然我們在12bit的AD裡面 有設置了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在裡面 主要就是以12bit AD來做馬達控制的設計 例如說我們的Multi timer 我們的12bit ADC 它有四個channel 有兩個unit 所以總共有八支pin角可以使用 它配合著一個sample and hold circuit 這個sample and hold 待會為各位介紹 什麼樣什麼方式 叫做sample and hold 然後它可以配合的 像我們的多功能的MTU3 多功能的計時器 以及GPT等等的一些模組 這張寫了很多字的這個 就是主要在強調 12bit AD裡面 有哪些的模式可以選擇 那它還有一些OP Amplify的一個 Gain Amplify 這個功能可以選擇 最大它可以放大到 將訊號放大13.3倍的一個倍率 那它也有一個6channel 然後兩個unit的這樣一個設計 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AD 做sample and hold 的一個function的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是我們一個3-phase的inverter 就是在馬達那個部分 它在馬達下臂的部分 接上三個電阻 當電流有通過這個電阻的時候 它這裡就會產生一個壓差 那這樣的一個壓差 就會像是類似這樣一個 懸坡的坡型出來 所以說我們要抓到這個 電壓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透過我們的ADPIN 去做一個讀取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將這三個訊號 分別接上 MCU的3支ADPIN 12bit ADPIN 然後觸發這個AD訊號以後 觸發AD訊號 它就會做一個取樣的動作 取樣第一個 取樣第二個 以及取樣第三個動作 這樣子取樣完 就我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AD取樣一次 它需要1 microsecond的時間 所以說第一次取樣完以後 它等了1 microsecond的時間 才做第二次的取樣 接下來才是做第三次的取樣 那這樣第一次和第三次的取樣時間 它就差了2 microsecond的一個時間 那這樣的控制呢 在馬達控制上面 我們就必須還要再去做一些設定 來達到說 讓這個取樣能夠更接近 我們在同一個取樣的時間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 有sample and hold function 就非常好用 我們將sample and hold function 打開以後 在觸發ADC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取樣完第一個 它就會把這個數值先hold起來 鎖住 然後 取樣第二個 接下來取樣第三個 當三個同時取樣完以後 它就將這個ADC 就將這個數值丟出去 這樣子取出來的數值呢 就相當於我們一個 同一個時間點 上面去做一個 電壓的數值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可以讓我們在做sensiless的控制 可以更為的一個精準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AD裡面 所含有的一個 sample and hold function 接下來呢 我們的RX62T裡面 有內建OP 以及GameAmplified的一個部分 首先我們先看到 一般我們在做馬達控制的時候 我們這裡 Inverter的Circute下面呢 我們會接上三個向電柱 然後接上一個OP Amplified的電路圖以後 然後輸入到我們的MCU裡面來 那麼我們也有一些保護措施呢 可以在類似Compare Module這裡面 做訊號放大的一些動作 這是做三項的sensiless控制的時候呢 會做的一個簡單的線路設計 那如果需要做彎像的時候呢 就只需要在inverter circuit下面呢 接上一個向電柱的訊號 然後經過OP Amplified的一個電路以後 輸入到我們的MCU裡面來 當然 為了這樣的一個考量呢 我們62T裡面內建 將這個外面的模組 直接遷入到我們這個OP Amplified裡面 它是配合著我們的AD的Channel 然後有著我們的Compare Register 以及GameAmplified這種模組 所以說客戶在開發上面呢 就可以省去外面的這樣一個電路的設計 直接將這樣一個訊號輸入到我們的AD 然後做一個訊號放大控制的一個設計 這是我們一個內建的Analog Component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的PWM的Shutdown保護的功能 我們在這裡是用利用外部的一個訊號 來做一個保護的動作 當我們有一個Input Pin 它可能偵測到有錯誤的訊號的時候 它這裡的PWM Output 它會自己進入一個High Z的一個狀態 就是高主抗的一個狀態 不再讓PWM有輸出來保護我們的系統 那麼它可以選擇像Falling Edge 以及Law Sampling的這種Function 那PWM Output呢 可以同時的進入一個High Impedance狀態 這樣的一個時間呢 大概約是在47.30s的時間 就是RS6 操作頻率在100MHz的情況下 然後它也可以配合我們Interrupt Request 就是說當錯誤的情況產生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中斷來通知我們CPU 來做該做的一些事情 接下來呢就是介紹我們現有的一個Solution的部分 首先呢各位在這張圖看到 我們在Demo會場 現場也有Demo像這樣的一套Kit 這是由我們瑞薩所開發的一個Motor Control Kit 它有提供了數種的Solution在裡面 那主要是訴求Sensorless Control的部分 總共有五種Solution 從第一種到第四種呢 都是Sensorless Control的部分 那第五種就是像Encoder的設計 那這套系統呢 我們有的LCD的Panel 可以觀看我們現在的馬達一些數據 像ID、IQ值或VDBQ的設計 又或是我們馬達轉速 電流、而定電流、而定電壓等等的資訊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一個來顯示出來 那我們也有Encoder的Interface 以及Hole Sensor的Interface在這裡面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USB的USB Port 來做與電腦做一個連接的動作 這張錶呢 就是在說明我們這套Kit 它像馬達的種類、Ctrl的方式 以及電流量測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馬達是一個直流無刷的馬達 那它是泳池的馬達 泳池的馬達 Sorry 那麼它提供的Control method 是一個Sindra 就是Sine Wave的這種控制方式 然後也有提供向量控制和位置控制的Solution 那麼Current Measurement 我們有提供外部的OP來做Solution 也有用我們RS62T內建的一個OP 提出的一個Solution 這兩種都有 那MCU Type就是我們使用我們一個62T的模組 那麼還有其他的 像操作頻率最高可以達20kHz 好,OK 所以說我們的這套Kit從MCU出發 使用我們的RS62T的核心 接下來選擇到了我們想要開發的一個馬達的部分 三項的無刷馬達 那像PMS motor或是AD induction motor都可以做一個選擇的動作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提供五個Solution 可以給客戶做一個參考 再來呢就可以使用 如果要做Sensitless控制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像PGA就是Peripheral Gain Amplify 就是周邊的Gain Amplify 在我們62T裡面 或者是用外部的OP Amplify 這兩種Solution我們都有提供 最後呢就是設計我們控制器的一些參數等等的數據 然後到這個產品開發完成 這樣一整套的流程是這樣子 在這個Solution的介紹呢 首先我們看到了 Encoder 在這張板子上的Encoder Interface 我們有提出了Position Control 就是Wade Control的模式 就是利用Encoder的方式來抓它現在馬達的位置 另外也有Hore Interface的部分 可以做120度的方波控制 以及180度的懸波控制 這兩種 另外呢在Jumper Interface這裡呢 我們有四個Solution可以做選擇 從外部的OP 或是內部的OP 來做一個控制 3-Solution都有提供 OK 那麼使用者可以透過這個LCD的Panel呢 來觀看馬達的數據 也可以用過我們USB的Interface 與電腦連接以後 然後透過User Interface來看 這是我們這套Kit呢 所能辦到的一些 提供的一些Solution 接下來呢 就是實際的 我們實際的 在這個投影片 來講解一下 我們投影片 這一套Kit 該怎麼樣一個使用 在板子上 各位可以看到有四個Jumper 它是選擇 這個Control Messer的部分 當對應的Call 收入到我們的MCU裡面 那這時候 我們只需要拿掉兩個Jumper 那它就是一個 三向Sensorless的Control的部分 那選擇完之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一個馬達 接上去我們的一個板子的部分 以後 然後再透過USB Interface 打開我們的程式 去調整我們現在這個Tourbar 來控制我們一個馬達的轉速 那麼在這個視窗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電流的變化 電流的變化 在這個視窗內 可以做一個觀看的動作 那麼當然使用者也可以 拉到 將這個從逆轉 轉為正轉的部分 也可以達成的 然後電流的變化 以及馬達轉速 都可以這樣子 在這個視窗內 可以看到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像 Sensorless Control的一個 用動畫的方式來表示 如何操作我們這套Kit 那我們這個User Interface呢 它有提供多達20種的一個參數 可以做一個調整 那麼我們有Release Sample Code 然後給要開發的客戶做一個參考 那在Sample Code裡面 它有head file 就是 點H檔裡面呢 它可以做一些 更多一些參數的設計 這一切都是有Release的 那例如像這邊有一個像 Eductor 就是電感的感值 或者是它的馬達激速 啟動的電流 最高最低轉速等等的資訊 都可以在這個interface做設定 當然如果有些 想要設計的變數沒有的話 也可以在Source Code裡面 做一個修改的動作 最後呢 是我一個Summary的部分 首先 我們的RS62T 它有一個32bit單精度的一個floating point unit 它的運算時間呢 可以在30nrosecond結束 只有一個指令運算的時候 在30nrosecond結束 那第二個 我們AD的conversion mode 就是選擇模式呢 它有著像Sample and Hold 這樣一個function 或者是 藉由其他的module 例如MTU Timer 來觸發這個ADC 那也可以配合我們Skip function 來做一個設計 這是AD的部分 接下來 我們的62T 也同時提供了兩個 六項PWM的輸出 這可以表示我們可以同時控制兩顆馬達 在高速的 在保護的方面呢 我們也有一個PoE的function 當我們的輸出PWM訊號 為同向的時候 這時候 我的PWM就會進入一個高主抗的狀態 那這樣的時間呢 通常就會在 47.8nrosecond時候 將我們的PWM off掉 這是我們62T核心的 對馬達控制做的一些設計 那麼接下來我們提出的現有的solution呢 我們62T 就是針對在Sensorless Control的部分 有提出了四種solution 那Hole Sensor以及 Hole Sensor的120度方波或前波控制 在網站上面也有 Sample Code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麼在這套Kit裡面呢 它就有了五種的solution 像3Shun的Sensorless向量控制 或者是1Shun的Sensorless的向量控制 那這兩種控制方式 也可以利用我們的 就是內建的一個OP 來做設計 那另外我們還有另外提出一個 Position Control 就是用Encoder來做Control 那麼也提供了完整的一個 呃 完整的一個support 從我們的Starkit 到我們的Interface 然後以及我們的E1Debug 等等的 這一些都可以 都有一個完好的 良好的提供 嗯 完整提供 對 然後來協助一個 產品的開發 那麼 這個大概是 我今天的一個 馬達Section的介紹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可以提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到時候我也會在那個demo的會場那邊可以做一個詢問的動作 對 那謝謝大家今天頂聽我的這個馬達Section的部分 對